东风要再次的振兴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意大利所谓的极右翼的政府 这个五星运动 这个运动被丁明为是极右翼 因为他们有反欧盟的倾向 但是也有人说他们是民粹主义 但是这个政府其实很有意思 他们的重心其实还不是说 在政治上反对欧盟等等 其实重心它还是要维护意大利的利益 还是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而且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普遍都比较年轻 他们的总理 他们的副总理 经济部长等等 都是在四五十岁的年龄 就是年富力强这个年龄 他们没有老一辈的政治家的那种包袱 但是他们也跟欧盟其他国家 也并不完全同心同德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 欧盟28个成员国 它不可能在每一个政策 每一个重大的议题上 都是采取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 特别是现在面临的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 我注意到 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之后 目前他是在法国南部的城市 那么马克龙总统已经从巴黎赶到南部 来跟习近平主席会 但是之后 习主席将要在马克龙总统的陪同下到巴黎 在那里 他将要和马克龙总统 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 荣克等人呢 再次举行会谈 看来要商量的就不仅是这个中法关系 也包括这个中国欧盟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意大利决定要加入一带一路呢 这个在欧盟内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一些欧盟国家是相当羡慕的 或者他们在关注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意大利能够从加入一带一路 获得自己的这个利益 一方面可以提升意大利的这个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可以扩大意大利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话 那么其他的欧盟国家呢 有一些可以说也在越越欲试 但是这样的又引起了一些欧盟大国 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某种疑虑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很有意思 他在准一方面他在准备要迎接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来访 而且他确实对习近平主席 非常的给予了很高规格的这个接待 也非常这个有礼貌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在前几天在巴黎他曾经说过 他说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呢 欧盟必须要先过天真的一夜 就是说因为欧盟不能在天真的来和中国打交道 那这个话就很耐人询问了 什么叫天真呢 欧盟难道天真吗 法国人天真吗 德国人天真吗 意大利人天真吗 好像我觉得他们并不天真 他们其实很老于世故 但是马克龙没有解释他这个天真是什么意思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要更加的老谋深算 我想老谋深算 那是天真的一个对立词 一个反义词了 我不知道这个马克龙是不是一个意思 但是他一方面没有名言 比方说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并没有禁止华为 但是呢他们对于像意大利这样加入一带一路呢 显然是有保留的 但是我相信呢 一个是中国跟意大利签署的这个协议啊 其实也不仅是一带一路了 包括这个多方面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肯定受到了意大利各界的这个欢迎 在欧盟内部我相信也会逐步的为欧盟其他国家 特别是欧盟的这些大国 法国和德国 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 也能够谅解 那么另外习近平主席在和 法国德国和欧盟的这个领袖的这个会谈当中呢 那么一定会进一步的阐述 中国对欧盟的这个政策 也会向他们分析一带一路 在欧盟国家的这个延伸呢 它不仅不会影响欧盟的这个利益 而且有利于提升欧盟国家内部 不仅是像某一个国家 比方说像意大利 像葡萄牙 像西班牙 像葡萄牙 意大利和这个葡萄牙 这样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国家利益 同时对于中国和整个欧盟的这个合作呢 肯定是也有推动的这个作用的 我相信呢 法国总统 德国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呢 他们也一定会很认真的 听听中国的最高领袖的 告诉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和意见 这次习近平主席在欧洲的这个访问呢 只有两个大国 就是意大利和这个法国 还有一个小哥就是摩纳哥 但是由于当前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经济格局 正在变动之中 美国在推动的这种这个单边主义 和这种反自由 反这个经济自由化 反全球化呢 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发动机的中国 那么如何推动和欧盟的这个关系 那么特别是由于意大利是七国集团的神愿国 作为第一个发达国家 那么响应了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倡议 可以说这次习主席的这个访问呢 特别引人关注啊 这个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